是跟华航诺夫特事件 最主要的这个病毒株 华航也有几位基士 是跟同样的英国变异株 那他们跟这个罗东的这个1202案 以及这个卢州的1203案 彼此之间的序列都是相同的 显示说很可能是有同样的一个传染链 针对前面那个华航诺夫特群聚的相关定序 没有再新增定序的个案 我们目前是把这个定序的量能 主要来做这个新增本土相关的一些个案 那就如同部长早上跟大家所做的报告 那我们是有针对这个两个不同地区的首例的个案 包括卢州的这个首例1203案 以及就是说罗东游艺场的这个相关的首例1202案 那这两案是在这个定序结果已经出来 是跟华航诺夫特事件 最主要的这个病毒株 也就是造成诺夫特里面员工都相同的这个病毒株 华航也有几位基士是干同样的英国变异株 那他们跟这个罗东的这个1202案 以及这个卢州的1203案 彼此之间的序列都是相同的 那所以这个序列相同是可以显示说很可能是有同样的一个传染链 那只是说就这个因果关系的部分 比如说是谁传给谁等等 这些其实还有待在进一步的这些厘清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 目前在这个宜兰以及卢州相关的这两起的这个事件 都是跟这个华航诺夫特的这个主要的因果变异株是相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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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株